自从在日本的深厅吃过天妇罗之后 叶哥就心心念念的想再吃一次 可惜加州正经的天妇罗店真的少之又少 当我们打听到LA有专门吃天妇罗的店之后 就马上赶过来了 能吃一次天妇罗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果断选择了最贵的套餐 这里摆放的是它的酱料 有酱油、柠檬、抹茶盐、普通的盐和白萝卜泥 一道开胃菜是山药和秋葵做成的糊糊 上面有鱼籽 我们面前摆放的就是今晚的食材 真的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 这个黄色的锅就是今晚的炸锅啦 接下来厨师就开始炸食物啦 第一道是玉米和虾滑吐司 玉米还是很好吃的 但就是感觉这边的天妇罗酱有一点厚 下一道是厕生 感觉他们家配菜有点多 毕竟我们是专门来吃天妇罗的 再加上没啥可圈可点的就直接挑过啦 这一道是炸虾 虾身外脆内香保持了虾本身的水分 虾头也炸得香脆 可以整个吃虾 但和我们在日本的生厅或者天妇罗之神的店 吃的虾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这里有点小失望 下一个是炸灰树花 也是一种蘑菇 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个人感觉一整个蘑菇块头有点过大 如果能切成小块或者小片 炸出来可能口感会更好 下一道皮皮虾 这次的米浆是够薄的 点着抹茶味的盐来吃很好吃 这个菜可能是我整套料理喜欢的为二之一 这里很想吐槽一下这家店的白智光 真的很影响食欲 拍出来的食物也不好看 接下来上的是两种鱼 一个是halibut 一个是三文鱼 只能说炸的比较失败 鱼肉都炸干了 不怎么好吃 然后是紫苏叶包裹着日本芝士 我个人比较接受芝士无能 只能忍着不适感 省把它吃下去了 真的是钱都花出去了 跪着也得把它吃完 之后是黑松露香芋 用纸把炸好的香芋和黑松露包在一起 等半分钟 让黑松露的香味融入到香芋里 再把黑松露捏碎 这个时候整个房间恨不得都充斥着是黑松露的香味 然后就是这次探店的大翻车环节了 炸龙虾 这是我们升级了最高级的套餐才有的菜 看到这天风龙龙虾上面飘着金箔的时候 我就感觉大事不妙 毫不夸张 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龙虾之一 龙虾完全炸透 肉质又老又难吃 而且味道还很咸 当场我就没了食欲 如果不是紧接着上来了一个类似 clam chowder curry的汤的话 我是真的吃不下去后面的菜了 接下来终于到了我的最爱了 天风龙扇贝海胆 幸好这道菜没有翻车 它的天风龙浆非常的薄 扇贝半生半熟 海胆还在生的状态 吃下去一次过就有脆爽软 三种口感混合其中 扇贝的鲜味和海胆的甜味配合的天一五缝 这里要给厨师点个大大的赞 之后几样分别是炸芝麻豆腐 炸鰻鱼和炸莲藕 直到这里的时候 它的炸物部分已经基本结束了 接下来是我们升级套餐之后的热食和牛 这里我想吐槽的是 这个也太容易粘住石头了 和牛一烤就彻底拉不下来 主食的话可以选择天妇罗配白饭 乌冬面或者茶泡饭 我们选的是茶泡饭 茶泡饭里面的饭量非常的小 感觉也就是两个寿司的那个米的量 最后是它的甜品 冰激凌配炸红薯和一碗抹茶 总的来说这家店就是 如果你是疯狂天妇罗爱好者 又找不到专门的店来解馋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我并不推荐 说实话这家炸物的水平 还不如我前一期寿司店的炸物水平 当然了扇贝海胆天妇罗和皮皮虾天妇罗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也算是没有白来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一期见拜拜